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颜值状态宛如少女 陈德如在电话采访中表示 因为演古装戏经常要季节颠倒 冬季穿薄衫 夏季穿棉衣 拍戏过程非常辛苦 因此他已经很久没有接过古装戏 此次久违的扮演古装造型 陈德如直呼头套头绪压得头好重 12月3日某演技静演综艺官宣演员名单 近年来鲜少在银屏上露面的陈德如 据台媒报道 这组照片就是他首次进演的造型 他将和张萌搭写一少年天子 节目组关心陈德如为新一季的进演嘉宾之后 不少网友感叹 已经很久没见到陈德如演戏了 有网友表示 陈德如在穷瑶片里的枯戏 非常具有感染力 很期待他在节目中的表现 早在陈德如13岁时 他就被穷瑶一眼相中 选为梅花三弄的女主角 因为当时陈德如年纪一尚用 穷瑶为他特意 等了整整三年 但陈德如近年接受采访时回忆 他拍穷瑶戏才十几岁 虽然演技欠佳 也没有生活经历 直到现在都没有勇气看自己的表演 近年来 陈德如的影视作品产量不高 他的身份也在几年前发生了变化 成为身家百亿的好门妇太太 2011年 陈德如与房地产富商王赞策结婚 后后一直保持丁克状态 并未生育子女 陈德如曾在采访中表示 他认为没有子女生活更自由 今年4月 陈德如在接受采访时 承认他已于2019年8月离婚 并表示即将付出拍戏 开启事业模式 对于离婚的原因 陈德如回应称 他们是和平分手 正因为没有孩子做牵绊 感情淡了 就果断选择分手 陈德如与前夫刚刚结婚时 王赞策将移动价值上益的婚房 归于陈德如名相 据台媒称 离婚后 这栋豪宅依然属于陈德如 虽然离婚后的陈德如 已经卸下豪门太太头衔 但经济条件依旧相当优越 今年1月 陈德如接受台媒采访 一身少女心满满的粉色穿搭 价值不菲 据台媒爆料 算上奢侈品牌的包包和手表 整套行头的价值超过150万 今年46岁的陈德如 依然保持着年轻的心态 平日穿搭尤其中爱粉色系 他曾在采访中表示 看见粉红色心情终会变好 下车我就用粉红色维持我的青春 自认是心理年龄十几岁的少女 最近我就是演员三 官宣和参赛选手的名单 其中有不少熟面孔 曾经的穷妖女郎 白银双陈德如就是一个 有些人是天生要吃演员饭的 陈德如就是这样的人 说起陈德如出道的经历 可以说一分丰盛 但又有点一搏三折的意思 9岁那年 他和妈妈去拍照 照片被影楼老板挂在橱窗里 碰巧被心探看到 于是他收到了派广告的邀请 那个时候的他其实不太明白着 这意味着什么 但是因为拍的都是食品 或者书包之类的产品 广告商往往承诺 拍完后就送给他 于是他也就开心心的去拍了 14岁那一年 陈德如在放学时 被一个自称导演的人拦下来 问他要电话 说是要找他拍电影 他想起妈妈 叮嘱自己不要随便跟某种人说话 就匆匆跑掉了 没想到 这个人第二天就来了 陈德如干脆把妈妈的电话给了他 结果这个人呢 还真是一个导演 就是在他的引荐下 陈德如才算正式踏入了演艺圈 并接到了改变他命运的化妆品广告 那是一个日本的化妆品品牌 足足有一分钟 当时已经播出啊 就红遍了大街小巷 琼瑶看到这个广告 立刻找到了陈德如的爸爸妈妈 要求把他签约到自己的公司 看上陈德如的 还不止琼瑶 邵氏电影公司也通过了一系列的作品 注意到了这个小美女 于是呢 来到台湾 想要签下他的电影经纪约 为了说服他们 邵逸夫的妻子方艺华女士的秘书 三次来到台湾游说 公司表示为陈德如安排好了衣食住行 所需的一切 也为他安排好了学校 并且也会支付生活费 看到邵氏如此秘密俱到 陈德如的父母同意了 1990年 陈德如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 师兄撞鬼中担任女主角 据说当初星爷对这位美女倾心不已 不过那时的陈德如才16岁 所以拒绝了他的好意 1991年 17岁的陈德如 在邵氏拍摄了电影《双镯》 次年又跟周星驰合作了电影《鹿顶记》 不过真正让他活遍两岸三地的 还是琼瑶 1993年 琼瑶终于等到了长大的陈德如 他为这个女孩量身打造了一个剧本 《梅花浪》 作为《梅花三弄》系列的第一部 陈德如在其中 扮演了一个绅士堪怜的女子 白银双 当穿着白色素衣的她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 楚楚可怜的模样 立刻抓住了观众的心 众所周知 要演穷妖戏啊 就必须哭得好看 但起初 陈德如不适哭的 剃泪俱下 就是脸都照到了一起 一点都不为美 好在她物性高 很快就学会 如何掌控自己的眼泪开关 随后 陈德如又主演了《梅花三弄》的第三部《水云间》 还是与马景涛搭档 还是一个为爱痴狂的女子 这一次呢 她演的是一位民国的大叫闺秀 成为穷妖的御幼女主角后 陈德如又担当了主演《一连幽梦》 一部穷妖剧彻底捧红了陈德如 但她呢 却并没有打算在这条路上走到底 印象中 陈德如最后一次比较火的剧 是和林志颖 苏友鹏合作的绝代双胶 剧中她扮演的是铁心蓝 这依旧是一个爱情至上温柔善良的解花语 人们更关注的不是角色和演技 而是颜值 短短几年而已 退去了婴儿肥的陈德如 好像一下子就老了 脸上没了肉 高高的颧骨和别嘴的缺点 瞬间暴露出来 这部剧里 她被大塌四岁的李启红 秒得彻底 陈德如的花期太短了 很多人都如此感慨 之后的这些年 陈德如其实从没有隐退江湖 相反 几乎每一年她都有作品问世 但由于都没有什么水花 所以在观众的眼里 这十几年 她几乎是消失了